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王老師講中國歷史故事 今天來到第十九集,風火氣諸侯 一個朝代去到最後的階段,通常在位都是一些衰的君主 西周的王朝也是一樣的 當時周丘王在繼位的第二年,首都浩京這一帶發生強烈地震 不知道是不是天都知道皇帝是壞事 警告一下他,叫他做得好些 一般來說,出現天災都是考驗一個政府的很好的時機 我們看回,就算好像在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出現天災都看到政府的執政能力 好像之前的文川大地震 日本的海嘯地震 台灣都經常出現一些地震,颱風 都看到政府的執政能力 如果做得好,就自問到好 做得不好,就自然就急急可危了 大家都看到台灣馬英九政府這樣 今年的選舉,大家都心中有數了 總統選舉 好,而當時地震,地動山搖 很多房屋倒下了 甚至之後還出現了旱災 很多主要的河流都乾爵 災情發生之後 作為一個君主應該即時去處理 但是這個邱王 只顧享樂,至百姓的生死已不顧 其實周邱王在年青的時候 就娶了一個貴族諸侯 叫做新侯的女兒 就是遺妻 我們看到這個情況 一般呢,就是娶皇后 或者是這些這樣的 叫做政治聯姻的成份 就是這樣說 已經擺明了,這是政治婚姻了 所以呢,很多時候呢 都未必是皇帝最喜歡的那個女人 所以呢,生了一個兒子 就叫怡溝 但是呢,就... 原來那時候呢,他們還未做皇帝 即是還是太子的時候 但是呢,一做了皇帝呢 嘩,有無有益了 即是小時候呢,可能是 爸爸幫他安排的 但是,當了皇帝之後呢 那呢,就... 就...取自然三公啊 三千後公啊 是不是 不斷儲一些新的妃嬪 是的 那麼呢,就... 當時呢,宮中有個美女呢 就叫做鋪馳 那個樣子呢,就好像天仙那麼漂亮 那麼,邱王呢,很寵愛她 那麼,而本身呢,跟皇后呢 即是這個身後的女兒 就生了一個兒子 啊 就是呢,叫怡溝 那麼,怡溝呢 就是的長子 那麼,的長子的意思呢 就是說呢 就是說呢 即是一個正室 即是你正式的太太 那個長子就叫的長子了 那麼,就是說 如果本身好像... 你又有妾侍 你又有一個正室的老婆 那麼,妾侍呢 就算生一個大兒子出來呢 都不是叫的長子 就叫樹子 那麼,她也是... 沒有那個繼承呢 以前可能是財產啦 或者是... 諸侯的位子啦 那麼,皇帝就賤皇位的資格的 是沒有的 一定是... 即是叫大婆生出來的長子呢 才是有這樣的資格的 那麼,但是呢 但是呢 丘王呢 因為啊 鋪馳呢 很漂亮 但是她不是大婆啦 但是... 就是... 她是非常寵愛她 那麼,而且呢 就... 寵愛她的兒子呢 對了 那麼... 很想呢 就... 即是... 將這個白服呢 就是... 鋪廁的兒子叫白服呢 立為太子 但是規矩是不對的嘛 那麼,但是因為那個惡於呢 當時的壓力和禮法呢 那麼,她都... 唉... 放棄了這個念頭了 那麼,有一天呢 那... 那... 就是... 儀寇在這裏 但是這個優王也很壞的 很壞的 就說 啊,如果儀寇不在這裏 我就可以立步似個兒子咯 那麼,有一天儀寇在花園裡玩 那麼,突然間呢 哇,有一隻老虎撲過來 幸好呢 是儀寇伸手敏切 是的 避過了... 即是... 避過了老虎 那... 總算呢 逃過了一劫 但是,為什麼無端端在王館裡面的老虎呢 是不是很怪呢 那件事 原來呢 就是,優王竟然想害死自己的兒子 那麼,看到她在花園裡玩呢 就... 在龍裡放了老虎出來 那麼,當時儀寇也是比較小的 那麼,如果儀寇死了 那麼,她就可以立下鋪廁的兒子 這個王真是瘋了 那麼,經過這場劍欄之後呢 太子儀寇呢 就有所戒備 那麼,優王呢 就一下子都想不到呢 去殺死儀寇的方法 那麼,儀寇知道呢 哇,這個地方很危險 此地不宜久留 於是呢 就在優王的職位的第五年呢 就偷偷地離開京城 去到她外祖父呢 身後那裡呢 暫時是避一避 那麼,儀寇走了之後呢 總算呢 優王就很開心 不搞錯 即是,不和老婆生的子女 都是骨肉啊 是不是 啊,竟然是這樣 即是 你... 對她比較壞 都... 即是都可以這樣 即是... 都可以... 情有可以這樣 那你有時候 即是... 生那麼多子女出來 有時候都有機會 有時候會偏心 殺鬼了她 都會禽獸來 這個優王就是 那麼,三年之後呢 優王呢 竟然廢了身後 身後就是什麼 廢了皇后 以及太子而寇 終於呢 就立了這個白服 就為太子 而骨刺就是皇后 那麼... 優王呢 以為這樣呢 其實她做那麼多事情 都希望呢 骨刺是開心的 這個骨刺呢 很奇怪啊 真是... 笑都不笑的 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 不想做皇后 被迫的 啊 那時候她已經... 有其他... 心常人... 但沒有辦法啦 都沒有自由婚姻的 還有... 哇,你這麼大權力啊 你... 皇帝... 叫你做我的妃嬪 你不做就是整家殺頭 那麼... 那骨刺進了皇宮之後呢 其實真是... 嗯... 笑都不笑的 那麼... 優王見到之後呢 就... 出盡辦法去哄她啦 哄她啦 啊... 都不知道有沒有哄她呢 那麼呢 就... 但是也是不笑的 那麼... 優王呢就想 啊...如果去笑就好了 那麼... 所以呢 想盡辦法去哄她開心 那麼... 這個... 這個... 其實為什麼骨刺 那麼... 就是... 那麼苦情 那樣子呢 就是她本身原來的身世呢 是... 都是比較差一點的 當時優王不知道 然後骨刺的母親呢 是後宮一名公女的 十五歲呢 就被人騙軌了 啊... 失坑了一個私生子 那麼... 公女很害怕啦 那麼... 因為那個私生子不是... 不是皇上 公女就不是... 不是妃嬪 就是可能... 跟... 呃... 即公裡面的大臣啦 或者不知下人 生鬼了 那生了之後呢 因為害怕啊 唉... 你不要亂亂搞男女關係 嘛 生了之後 把子女呢 就丟在家外 遺棄了 那麼... 有一對夫妻呢 就... 當時的皇帝 叫孫王 還未是丘王 那麼孫王呢 就要將他們 拿去斬首 那麼... 那麼... 這對夫婦呢 得到消息呢 連夜的頭 就... 走去了一個地方的剖國 那麼... 他們經過交外的時候 聽到一個嬰兒的哭聲呢 就上去看一看 啊... 原來呢 被遺棄的女嬰 那麼... 這個大家自然知道 誰呢 就是剖慈 那麼... 這個好心的夫妻呢 在逃難的時候呢 真的挺有愛心的 就把兒子 即這個女孩呢 抱了 回家 帶到剖國去撫養 那麼... 後來就長大了 就很漂亮啦 如花似玉 亭亭亭 那麼... 那麼... 而後來 一孫王死了之後 那就... 自然呢 就... 他們就沒事了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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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作為皇帝 都四為尋美女 就知道剖慈 就立了為... 這個呢 是... 妃笨 後來就立了為皇后 那... 嗯... 其實... 其實剖國呢 當時怎麼入宮呢 剖國呢 有個貴族得罪了丘王 丘王就很生氣 那麼... 為了呢 去到呢 平息丘王的憤怒呢 於是呢 就... 那個... 剖國的國王呢 就... 就是... 認了剖慈為女 那... 就... 將他的女呢 就獻給丘王 那... 那... 就好像人球一樣 送來送去 那... 就幫那個剖國的貴族去贖罪 那麼... 那... 那... 就... 就是... 就是... 三魂不見七魄 就是... 想到媽媽都不認得 那... 就當他如珠如寶了 那... 但是呢 鋪廁呢 就覺得... 唉... 知道自己的身世 那麼... 國王又不是我爹 又無端就認了我做女兒 那麼... 我爹又... 不知道誰被人遺棄 那... 被人撿了 現在呢 就整個政治婚姻 唉... 那... 就是... 覺得自己好苦 命苦 那... 所以呢... 整個... 終日呢 仇眉不展 今次還被人困了去 送了去這個皇宮 那... 沒有了自由 那... 說真的... 不是個個喜歡做妃嬪的 我們聽到後宮三千 那... 如果你送了進去 那... 皇帝呢 都看你不上眼呢 那... 那... 你整個世紀皇宮 你不可以改嫁的 你說慘不慘 啊... 孤枕難免 啊... 啊... 道死慌... 慌憂 啊... 一生就這樣就無所 所以... 中國古代的婦雷 其實的命運呢 真是... 我... 我... 不可以說悲慘都幾慘 不是純粹悲慘 就是... 不是全部那麼慘啦 那... 那... 是... 很多... 是那個... 命運都不是自己掌握 那... 那... 《捕王》就ier不少酒 都不知為何他不高興 而 continually哄她 始終不嘈看 甚至發出了明慮 誰拍殺到看 等... 還有一個下 ik 叫做虎石文 這傢伙經常有些詭計 專門想憂王 憂王就是這個 就是 掌握他 你快想到我 什麼都給他 差不多 快想 這個奸臣就繼續 大王為什麼不帶王后去離山風火台 命令那些士兵把風火點起來 朱由見到風火一定會趕來護駕 王后見到他衝衝忙忙的月狼狽 一定笑過不停 風火台因為以前 周朝其實都面對很多外族 四周圍熊徒兒徒 犬熊 很多不同的外族 因為當時封建制度 除了天子外 很多地方分封了諸侯 如果有外敵入侵 諸侯就要來保護 平凡 拱惠天子皇室 當時天子有人入侵 通常會有一個風火台 點起火 讓其他諸侯看到有人打進來了 快快來幫忙 所以是很緊急的用 平時不會點火 當時已經太平盛世了 所以很少點風火 幽黄聽到之後 嘩,這個好主義 這個臭小子 這樣也被他想出 就立刻這樣做 導演一場軍國的鬧劇 果然來到離山 擺下酒宴 飲宴玩樂 酒醉之時 並駐守官員點起風火 點的時候 遠方之後見到風火 立刻以為發揮緊急事情 立刻點起火 說你很急 突然叫大家很急出門口 或者說 你今天起床 安慰起床 轉頭回到風火 嘩,有什麼事 要你無緣無故離開香港 嘩,你也狼狽 現在還是生死關頭 各路諸侯已經很好 太兵來到離山之下 只聽到柔陽 樂曲聲 究竟有什麼事 還在拍攝 開派對 好像見到諸侯 那些士兵 很狼狽 很驚慌 忍不住笑 可能衣服還沒穿好 調轉了 鞋子又不知道有沒有穿 樣子衝過來 很愚愚愚 三魂不見七八 好像覺得很搞笑 幼王看到之後 鞋子一笑 嘩,立刻開心到 被迷住了 原來仁少這場 當然仁少多一點 是好看一點的 經常拉起臉 這樣不太好 但是突然間 在很開心之下 看到諸侯 你也收拾場面 他們笑咪咪的 對著諸侯 今天我一時高興 和皇后在這裡散心 沒什麼的 你們回去吧 大家當見過面 吹一下水 醉一醉 久不見了 Hello 大家好 聽了幼王這句話 嘩 被你去諸侯 真的生氣得爆 這些廢的君主 昏君 即是你不摸嘴 什麼都罵出口 未必會罵出口 我心裡什麼最可惡的 我想都會爆出來 那過了 那沒辦法 難道我打你嗎 你是老闆 你是皇上 大家都很生氣 就走了 過了 沒多久 新國 因為 剛才所說 新國的主要是叫新侯 新侯 新侯 竟然聯合了北方犬庸 向周發起進攻 雖然皇上對你不疑 但是新侯 竟然聯合外族打自己國家 也是一個反骨仔 身後 女兒和外孫被廢了 所以她被報仇 剛好犬容 北方的外族 希望向南方抗爭 亦知道 西州 軍主 軍軍 國力很差 看看有沒有什麼好處 侵犯你 通常以往外族入侵 大部分的目的都不是想著整個國家吞併你 拿著好處 有空打劫你 打贏你 打贏你 屈你給他錢 他們浩浩蕩蕩進攻周朝的首都 幽皇得到消息 自然怎麼做 點風火 希望其他的諸侯來幫他 當時敵軍已經越打越 攻勢越來越厲害 但過了很長的時間 都看不到救援的諸侯軍 自然 你上次一次玩了我 今次我還要你 讓你玩 就算我知道你真的被人打 我也等你被人搞一輪先來救你 等你受下的教訓 但當時大部分都是岸兵不到 沒有一支軍隊來 血用大軍終於攻破了主要的關口 衝入了 攻陷了首都浩京 衝入了皇宮的名字 搶掠 殺人放火 奸人努力 什麼都做得出 休皇和太子 白服在聯軍當中被殺 美女布茨也被人擄走了 去了犬容 真慘 悲劇 到了這個時候 國防諸侯才知道 原來真是真的 急忙領兵來相救 但已經離遲了一步 犬容已經努力一空 當然最終國路諸侯聯軍擊敗了外敵犬容 接著他一起相依 另立一個新的太子 他們一致 擁立原先的太子 移構為國軍 視為周平王 諸侯撤軍之後 這個犬容定期來搞事 來侵犯 佔領了西部大部分領土 都被犬容拿走了 浩京經常受犬容的侵襲 搞到很殘破 周平王也覺得 這麼近的外族也不太好 浩京比較北一點 犬容是一個西北的外族 所以周平王決定 算了 和你距離遠一點 但這個也是 斬腳趾被沙蟲 駝鳥政策 張首都 當然是說 浩京當時比較殘 張首都由浩京 搬到東邊的洛宇 洛宇就是現在的洛陽附近 搬到洛宇之後 就開始了東周的局面 而周朝 亦都是因為這幾位軍主 無論上次說過 周少共和 慢慢 步上衰落之路 也構成後尾 中央洋 地方諸厚強 出現了春秋霸政 尊皇洋兒的局面